大家好,我是小麦 今天我们来做一碗重庆小面 重庆小面之所以好吃 是有这些做料 做料是重庆小面的灵魂 我们先来打做料 做料有姜末、蒜末、鸡精、葱花、花椒粉、宜宾芽菜、花生碎、猪油、菜籽油、香油、生抽 还有最重要的辣椒油 玉米的配方都在视频上 但是要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做调节 视频上的这些定量是根据我的口味 我的口味比较重 重庆小面的油是比较重的 猪油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猪油,面条没有那么的香的 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我演示了怎么熬制猪油 辣椒油也非常的关键 在另外一个视频里面 做料打好以后我们来煮面条 水开以后放入面条70克 我今天用的是挂面 如果有新鲜的碱面更好 煮面的过程中点入两次冷水 这样可以让面条熟的更快 起锅之前放入带叶子的蔬菜 我今天用了通信菜 面条煮好了 我们就用煮面的水加一点在做料里 加多加少 水里个人的喜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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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汤加的多 水里个人的熟面 重庆人对小面的热爱不亚于对火锅 重庆人对小面的喜爱可以说是一种依赖 小面是很多重庆人的早点 好了 我们的重庆小面就煮好了 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我演示了怎么自己熬猪油 在华人的肉店里面有专门的肥肉卖 就用那样的肥肉来熬制猪油 猪油也是很香的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